好 今天最新收到這一回 就汪曉飛跟大S 徹底撕破臉 同時他們家的家務室 再度搬上了媒體版面 而您看到了這場狗仔稱號的 葛思琦現在也要來參戰了 大S不是啊 對啊 那我講白了大S 從頭到尾有說過你任何的不是嗎 從離婚到現在 人家出來講過多少世話 我相信也只有這個月而已吧 上個月你還謝謝 最近夜把你的女兒當家人看待 你這個月不到短短的一個禮拜 你就發了這樣的東西 你不覺得你的轉折有點太大了嗎 大家都摸不透 你不能因為你的情緒化 你的所有的事情 就要大家來承受 媒體 記者 甚至大S的家裡 還有長輩 S媽 甚至你媽 對啊 我覺得你媽根本就是聽你在造謠 在抹黑這一切吧 你直播要流量也不是這個樣子 你要直播流量你跟我講 我幫你撐起來啊 有一次汪曉飛告訴我說 他直播流量才三千多人啊 我告訴他說 我這邊大概有一百多萬人 你要不要來我這邊直播算 我就直接跟他這樣講 他就跟我說那行啊 我們可以合作看看啊 對啊 他當時跟我吵完之後 我們還有這樣子的談笑風聲啊 但是突然演變成這樣 你對我提告沒有車告就算了 你欺騙我 那後面 今天你媽又講這句話 我相信你要是沒有任何表態的話 你媽也不會講這件事情 哥哥你是說在直播裡面會再抖出更多的證據對不對 要不要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也不要說抖出任何證據了 我們就說過去我不是說有幾張照片嗎 那我就把照片一五一十的全部都拿出來給大家看 不要說我們就是在花大餅幹嘛的 那除此之外在過程中大家也看到過 他有多次的上新聞媒體 那為什麼上這些新聞媒體呢 因為他有很多很多不可告人的內幕 那這些東西依序 我都會整天出來給大家 讓大家知道說 為什麼他當時要這麼做 為什麼他當時要看那個直播 因為大家都不理解 有時候我真的都在裝傻而已 我真的都在裝傻而已 我從五月人力點到十一月 那你今天又這個樣子 那你就羞怪我無情 是你因為你無力 所以會有新的女生的對象之類的 新的女生對象 我們就不要這樣傷害無辜了 我們就講白的 我上次都說小四小五小六已經夠多了 你還要再小騎 那些多餘的東西我覺得不需要 但是王曉飛 張蘭 你們一直很想要知道照片是誰拍的 爆料者是誰 好 我直播告訴你們 OK 差不多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讓你們跑一趟 謝謝